暖和的色調 書架上除了有藝術品 還有一張張藝人大小S的合照 這家位在台北市敦化北路上的 精品飯店S Hotel 是王小菲以愛妻大S知名投資的 6月中旬正式開幕話題十足 有別大廳的暖色系 一進到飯店客房又是另一種風格 白色簡約色調搭配粉色鏡子 別有一番風情 13坪的房間平均一碗房價6到7千元 早鳥還可享約8折優惠 白色有一個功能就是說 它會讓人家放鬆很relax 然後再來就是它是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pure非常的純潔 讓客人在裡面就是非常的放鬆 北市敦北商圈夾帶地理優勢 周圍除了有松山機場 小巨蛋又或是大型百貨公司 因此早在S Hotel進軍前 已經是飯店林立的一級戰區 像是S Hotel的隔壁文華東方酒店 主公金字塔頂端的消費群 小牛皮製的床頭裝飾搭配水晶燈 更顯高貴 33坪的行政大道客房 一碗房價近5萬元 夜市還推出各種活動 像是訂房超過一定的金額 其贈送野餐酒和食品 還有豪華教廁Limo 載你去野餐 美方每晚就是只要一萬三千五起 那入住的賓客 我們都會幫他準備一個 非常精緻的野餐欄 那裡面包含了 譬如說像是竹竹特製的三明治啊 葡萄酒啊 文華餅房的一個經典的磅蛋糕 然後還有季節的水果啦等等的 另一頭同樣靠近敦北商圈 為在南京東路上的Hotel Quotes 主打精巧的精品飯店風格 也推出特殊優惠搶室 16坪的客房 只要住兩碗就送一碗 價格由最高每碗近萬元 下沙市平均約4700元 預估平均住房率可達8成 我們會有一個連住兩碗 送第三碗的一個部分 那平均的話 因為它平常這兩個房型 是6000到9500的房價 那我們現在這個專案 平均下來會是 14700一碗 業者統計目前飯店主要客群 以台港澳大陸客佔6成 為了吸引逐年攀升的韓國客 訂房還會送出代表台灣的神秘小禮物 現在會準備所謂台灣很熱門的三大伴手禮 就是3.1顆奶茶 然後還有黑人牙膏 跟熊寶寶的一個清潔物的部分 送給透過訂房進來的韓國客人 在這麼多飯店業者當中 新進業者SHotel打算如何殺出重圍呢 那希望客人來到這裡可以發現到我們的大廳 所呈現的溫暖 因為我們的色系非常非常的一個暖色系 讓他覺得這裡是一個家 我們開幕有一個促銷活動 就是早鳥優惠 那我們有分7天 14天跟21天 那早鳥的客人預訂的時候 都有一些折扣跟折扣術 即時大環境不景氣 蹲北鄉圈靠著地理優勢 仍是飯店業者的兵家必爭之地 如今有了SHotel加入戰局 會為市場帶來什麼樣的新刺激 會不會改變市場版圖 外界拭目以待 經濟日報夜市民正經茂台北報導